大家好,我是来自103中队的Sunny Sir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山系方言呢? 即是,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到到终点? 转个弯就到了! 为什么永远都有这些山系方言呢? 就是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多久才到终点 在这一条影片,我就会讲一下 怎样知道自己要走多久 方便自己去做一个远足行程 假设,今天我突然之间摔起条根 很想去凤凰山看风景拍照 想由东涌乘巴士去八公咬起步 然后直接上凤凰山顶 然后下昂平去看大佛搭蓝车走人 到底我要走多久,我又要预计多少时间呢? 走多久就当然跟走多远有直接关系啦 所以第一步我们就要看在地图上 我们要走多长的距离啦 由于山路就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弯弯弯弯的 这个时候,一条没有弹性的绳就大派用场啦 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将这条绳的一边 放在地图上面的起点那里 然后我们就沿着地图上面的山径 去将那条线跨一次,直至到终点为止 只要我们将这条绳的长度 然后拿它把键车到夹一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整条路程 在地图上面的长度啦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呢 就是将这个距离 按地图的比例去计算回真实当中的距离 例如在这一次路程当中呢 我就用了香港交游图去做量度的 而交游图的比例呢就是1比25,000 即是我们将量度得到的长度 20.5cm 乘回它的放大比例 那就可以得到实际的距离 就是5.1公里啦 第二步我们要得到的资讯呢就是高度距离啦 之前在等高线的片里面呢 已经说过香港的等高线是20米的高度间距啦 那我们这一刻要做的事呢就是 所数我们在这条路径上面呢 沿途会上了多少条距离 又下了多少条距离 那就知道我们上下了多少实际的高度啦 第三步 当我们得知路径的水平距离 和上下的高度距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计算啦 首先 以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行走速度来说呢 大约是用15分钟去行1公里的距离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将距离的总长度 乘以15分钟去得出水平距离的总时间 就是76分钟左右 而以高度距离来说呢 就是每上一条等高线 即是爬升了20米 我们就要花费额外的3分钟的行走时间 而每落一条等高线 即是每下降20米 我们就需要额外的1分钟行走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三落一 然后呢 我们只要将这三个时间加在一起 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路程所需时间啦 当然啦 我们不是机械人 沿途是需要休息 和拍照打卡 所以第四步 其实我们是需要因应不同的情况 去微调一下我们所需的时间 首先一样东西 我们沿途就最好设计一些设计点 去计算回我们相关的休息时间 那我们就以凤凰山做例子 我自己就会预计自己在上完一大段斜路之后 就会在这个凉顶上休息10分钟 然后呢 亦会在上到凤凰山山顶的时候 就休息拍照打卡 我猜15分钟左右 我猜这些时间呢 就会加回到总行程里面 而亦都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背一些比较重的装备上山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能会用上4 下2的比例去做计算 又或者天雨露滑 令到我们行走速度减慢 又或者天气太热了 我们要多些休息时间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去预计一个比较准确的行程 第二步我就想说一件事叫root chart 即是一个完整的路程表 在这个root chart里面就会记录了我们 由起点到终点 每一个checkpoint的座标 特征 水平距离 上和下的高度距离 前进方向 休息时间 以及在这个表里面 已经有公式去帮我完成了以上所有的计算 以及每一个checkpoint最近的紧急逃生出口等等 那靠这个root chart 我们就可以一目瞭然地知道整个行程的细节 那我就放了这个root chart的template 在这条影片下面的info box那里 那想要的朋友就自己在下面download 去自己用回了 那这条影片就先说到这么多 喜欢我们的制作 就记得comment like和share 还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IG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来自103中队的SunnySher 我们在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